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服务业管理 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欢迎收看我们今天 这个服务业管理的电视教学节目 首先我们来介绍 我们的这门课的来宾 依序是我们来自产业界的 陈婉伟 陈老师 大家好 那接下来是我们来自学术界的 这个林哲杰 林老师 各位同学好 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讲次呢 是第一讲 那么主题呢 是谈到我们有关服务业的一个角色 那在这个单元里头呢 我们有几个重要的一个这个重点 那么分别呢 就分为这个一之一的这个服务业的意义 那包含呢 我们要谈论到服务业最近崛起 几十年来 最近几十年来呢 它的重要性跟发展 还有整个服务业的定义 那么以及我们最近这个几十年呢 服务业的发展了这个不同的时期 包含了这个东棉期啊 复苏期啊 还有目前这个蓬勃发展的这个多元时期 最后呢 我们会介绍的是有关这个会影响到服务业的整个环境的因素的项目 可能像是政府的政策啊 经济的环境啊 产业趋势啊 社会文化的演变以及科技发展等等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请这个林老师帮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个重点就是有关服务业的一个意义 好 谢谢张老师 首先我们先来看我们服务业的一个意义 自从我们台湾的一个国内生产茅额从1989年达到50%以后 这一个比率呢就逐年的一个上升 那在2003年我们的一个服务业产值已经突破到70% 这几年我们的一个服务业的产值都维持在71%左右 可以看得出我们服务业的一个重要性 其中批发零售业 金融与保险业 不动产与租赁业 运输仓储及通讯业 占整个服务业产值大约是60%左右 是目前最重要的四大民间的一个服务业 服务它是一种透过举动 程序或活动 以便为服务对象创造价值的无形的产品 我们所谓的服务的对象 是指具备某种服务需求的个人或组织 例如家庭 班级 学校 社团 企业等等 那在定义里面 我们所谓的创造价值 可以是为个人的健康 安全 知识 情绪 外贸 生活 物品及资产等等带来一些相关的一个效益 例如来说我们一般教育机构 它是在做灌输知识 传授知识的一个地方 心理医师他可以来抚平我们的一个心情 美容院会带给我们消费者一个美貌 游乐场 游乐园可以带给我们全家的欢乐 旅行社也可以提供学校毕业旅行的一个服务 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个实际上创造价值的一个例子 我们常常在说制造业 它也是说我们也是服务业 那一般行业来讲 都可以被归为是服务业 是因为这个行业 它的核心的业务 是透过举动 程序与活动等 为顾客来创造它的一个价值 以现在来讲 许多的一个制造业 它后端的一个销售 还有包含它的一个咨询 还有售后的维修服务 这些都是属于我们涵盖的范围 所以服务不再是属于我们只有一个服务业 几乎每一个行业 包含我们的制造业 它都需要提供顾客服务 像我刚刚所说的消费咨询 深速的处理 技术的训练 以及维修的保养等 那有些制造业呢 它因为企业要转型 成为一个核心的业务 以及利润的来源 它就开始来凸显顾客服务的一个重要性 所以依照我们刚刚看得出来 整个服务业呢 它是相对的是非常的重要 而且是我们在国民生产毛额来讲 也是很重要的产值 所以依照我们国内的一个主技术 对服务业的分类 总共分为有13类 依序我们来看看这13个类别 第一类是我们比较常见的 批发及零售业 一般的量饭店的批发 还有我们的零售的商店 大概都属于这样子的一个产业 第二个是运输及仓储 包含路上 水上 航空 所谓的水路空的运输业 还有仓储业 邮政及快递业等 都是属于我的运输及仓储业 第三个类别属于我们的住宿及餐饮业 包含饭店的住宿 还有一些餐饮的一个服务 餐饮的摊贩等等 这些都是属于我们第三个住宿及餐饮业 第四个资讯及通讯传播业 包含出版业 影音的录制 CD 音乐的录制 传播节目 电脑系统的设计 以及资讯供应的服务等等 再来我们介绍第五个 金融与保险业 包含我们的银行 金融仲介 保险业 证券业 再来是属于我们的不动产业 包含我们的不动产开发 不动产经营及我们的相关服务业等 第七个是我们的专业及科学及技术的服务 包含一般我们比较专业的法律 还有会计师的服务 管理顾问的服务 建筑设计的一个服务等等 都是属于这一个类别 再来我们介绍的是资源与资源服务业 包含我们一般常见的租赁业 就业的服务业 旅行业 保全 建筑业 律发服务 还有办公室资源的业务等等 还有我们的公共行政及国防 强制性的社会安全 包含我们公共行政及国防 还有强制性的安全及国际的组织及外国机构等 再来是我们的服务教育业 像我们的学校 现间的一个从事的教学活动 还有外语的教育 艺术的教育 休闲的一个教育等等 这些都是属于我们的服务的教育业 再来也是我们在社会上很常见的 医疗的保健业及社会工作的服务业 像医院诊所 居家照料等社会性的一个工作的服务 还有包含我们一般人越来越重视的 艺术娱乐及休闲的一个活动 这当然就包含我们一些表演业 图书馆 博物馆 博弈馆 运动 休闲等 最后我们如果没有归纳到的 还有一些其他相关的服务业 包含一般常见的宗教服务业 个人及家庭用品的维修 以及刚刚上述所谓分类的一些服务业 这些都是属于我们第13个类别 其他的一个服务类别 整个服务业它会随着人口的一个发展 还有经济的发展 会成这一个产业发展的一个走向 那我们一般来讲 我举例来说 以我们台湾来讲 340年代大概是农业的一个社会 所以当时发展的应该都是属于一级的产业 农林与木业 随着工业的一个发展 慢慢的我们国内在50 60 70年代 从事的制造业是非常的蓬勃的发展 建筑业是蓬勃发展 所以我们就进到我们的二级的产业 我们所谓的工业的一个产业 现在到80年代以后 我们开始从事我们的一个商业的行为 那商业的行为包含银行金融 而且扩大到现在来讲 整个服务业都是我们现在产业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流向 所以随着工业的发展 人口的发展会有这样子的流向 这样子的流向 一般我们把它称为叫做 Pedis Law背地的一个定律 这是我们产业发展 以及服务业的一个走向 那刚刚所讲的是我们的服务业的定义 以及它的重要性 我把画面再切给我们的张老师 好 感谢林老师一个说明 对我们这个服务业重要性 和意义来做一些阐述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休息一下 等一下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谢谢 好的 那欢迎同学 我们再回到节目来 那接下来我们介绍第二个重点 就是有关于台湾服务业的一个发展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请陈老师来为大家来做说明 大家好 现在我们来谈谈台湾服务业的发展 那自从1960年代开始至今 台湾历经了三个时期 包括了服务的冬年时期 还有第二个书醒时期 第三个是所谓的多元发展时期 那所谓的冬年时期 是介于1960跟1970的年代 从1960到1972年 台湾它就抓住了先进国家 将劳力秘籍的产业外移的这个契机呢 那我们就全力吸引外资 以成为先进国家的一个重要加工地 在这出口扩张的时期 有两个重要的标志 第一个标志就是在1966年12月3号的时候 我们台湾的第一个加工出口区 在高雄前镇区揭幕 象征台湾放眼国际 成为全球代工据点的时代来临 第二在1967年的8月25号 统一企业在台南它以面粉起家 同年它也成立了饲料事业群 为国内的畜牧业提供饲料 接着统一它也逐步发展出许多的食品事业群 推出了素食面 饮料 乳品 酱油等 另外第二个有关于服务抒请时期 它是在1980的年代 那1980年代的上半叶 台湾现代经济有两个重要的里程碑 分别来自制造业与服务业 第一个里程碑就是新竹科学园区 它于1980年的12月15号设立 它是象征传统产业转型的开始 它是属于低污染高科技产业的来临 所以现在也造就了日后台湾企业 在电机 资讯 电子 通讯 半导体等领域的耀眼表现 第二个里程碑是在1984年的1月28号 麦当劳在台北市的民生东路 开了第一家据点 开幕屋它不到一个月 平均每日的营业额就破了百万 创下公司成立28年来 全球7500家店面的记录 以至于媒体纷纷使用旋风 空浅 震撼等字眼 形容当时的盛况 那老师也供逢其时 那时候我们是五年级生 当然当初到麦当劳打工 是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事情 那至于最后一个服务多元发展时期 是从1990年代至今 从1990年代以来的近20年 台湾的服务业呈现很多元的发展的风貌 尤其是电子媒体的变革 与网路服务的出现最为明显 服务多元发展时期 1990年代至今 至于经营的实体店面的服务 则呈现三个趋势 这三个趋势就包 第一个 面积扩大 这里面面积扩大了就包含了有热量饭店 百货公司 购物中心的占地 或楼板面积会越来越大 第二个 连锁经营 许多服务业逐渐以直营或加盟的方式增加电数 最后一个呢 独特风格 这时候会产生了不少中小型的服务业 会走向个性化 例如汽车旅馆 餐厅等等 好 感谢我们的陈老师 为我们做了有关台湾服务业的一个发展 那接下来我来谈一下 这个有关于我们第三个重点 就是影响服务业的一些环境因素 那这些因素呢 第一个 最重要的是政府的政策 我们这个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 加入以后呢 对于台湾跟世界各企业之间的影响是很大的 那么也很深远 那世界贸易组织截至2005年 这个12月底 大概目前149位的这个会员 那我们是在2002年元旦成为这个第144位会员 那么为了落实 我们整个全球的经贸自由化 那他所制定的这些货品的多变贸易协定 还有服务业贸易的一些这个规定 还有智慧财产权的一些相关协定 争端的解决等等 那这些都要受到国际法的一个约束 那么政府政策呢 所影响的范围很广 包含了这个我们服务业的这个发展政策 像很多国家他们或者是一些地方政府 他们会在这个发展经济的时候 会透过一些特定法令的机制的这个制定 还有人才的培育的措施 还有这个租税奖励的办法 来扶植某些特定的一个服务业 所以政府资源的投入呢 往往会促使这些这个服务业的发展呢 更为这个快速 也能够带动连锁的一个效应 所以放眼我们全球香港的这个金融业 澳门的这个赌博业 泰国的旅游业 新加坡的海运业 那么像英国的这个教育产业等 那么都有政府的这个政策支持 还有配套的一些措施 才能创造举世文明的一个地位 那像是政府政策也可以在法令规上方面呢 来做一些这个政策性的导引 所以每一个服务业都有它直接相关的一些法规 那这些法规的精神呢 规定的事项啊 修订的方向等等 都会来影响该服务业的发展 跟它的服务的品质 所以应该值得我们相关的这些行销人员 服务业管理人员密切来注意 那也就是因为如此 所以2004年 全国服务业发展会议的结论之一呢 就是要修改我们这个法令的柜章 来活化我们整个服务业的一个发展 那接下来我们谈来是整个经济环境 那对整个服务业管理的一个影响 那最重要的就是有关经济政策的走向 那么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或产业政策呢 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种 就是大概就是管制 或是这个自由开放这两个大的走向 那么在管制的政策下面呢 通常政府会对外采取所谓的限额 或者是禁止这个进口 或比较高的关税 或者外国人限制投资 等等的一个措施 那但是呢 这个被高度保护的这个企业呢 纵使能够受到保护的发展 但是所以呢 它面临的这个企业压力 竞争压力会比较小 但相对的呢 也许呢 这个它本身的自力自强 发展这个能力呢 会比较受到保护而削弱 那么在自由开放的经济政策底下呢 这个政府是比较这个尊重市场的机制 那么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 那么创造比较公平的一个竞争环境 那所以这时候我们这个企业面临的这个 全球性的竞争压力就比较大一点 那当然呢 它也能够在这大的竞争里头 能够来改善它的一个体质 接下来我们谈的是 有关经济景气的一个影响 那一般来讲呢 我们这个经济景气呢 有四个阶段 四个大的阶段 分别是萧条期 还有这个复苏期 那么繁荣还有衰退期 那也就是所谓的 我们常讲景气循环 或是商业循环 那么景气的阶段 跟这个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和它的购买的能力呢 是有相关的密切关系 这也会直接影响到服务业 那么在繁荣跟复苏的阶段呢 由于消费者 它的收入呢 是比较高的 所以购买能力会比较强 那么加上呢 对经济前景呢 是乐观的 所以呢 它会比较愿意啊 来买高单价 或比较高档货的一些服务 相对的 在这个衰退 或是萧条的阶段 那么消费者的购买能力 跟意愿会比较低落 对价格的敏感度会高 那么比较接受啊 这个中低价位的一些服务 并且它可能会 避免来购买非必需品 或者是这个 比较奢侈的一些服务性产品 接下来我们看 对这个经济环境来讲 很重要就是家庭的这个所得 那么家庭所得增加呢 当然会使得消费形态呢 产生一些变化 那家庭所得增加以后呢 不同的需求呢 会占总支出的比例 也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变化 我想这可支配的所得提高 大家在花钱的能力上面 比较宽松 那么当然我们就比较 可以来比较支出 比如说这个食物的一个 支出的比例呢 可能会减少 如果你这个所得降低的话 那么但是呢 日常这个用品的支出呢 可能有些必需的 你大概支出就没有办法 很大的一个变化 那么医务运输医疗 休闲的教育支出呢 可能会这个相对增加 会减少得比较多一点 那么相关服务业呢 除了应该要注意 这些趋势以外呢 还必须要留意到 所得增加 如何影响消费者 对服务内涵的一个要求 那么像是说这个 随着所得增加 那们会越来越重视 疾病预防啊 或延缓老化 美貌啊等等 所以因此呢 这个相关的这些 医疗保健服务呢 也必须针对所得变化呢 有些这个因应的一个改变的措施 接下来我们谈有关 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影响 服务业环境艺术 那就是产业的一个趋势 那整个产业 不同产业性质的发展 有的是在这个蓬勃发展阶段 那有的是在萎缩 那我们呢 先暂时呢 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来继续谈论 我们有关与这个产业趋势的一个发展 谢谢 好 谢谢同学们呢 再回到我们节目上 那我们谈到的是产业趋势的一个影响 那么最显著的就是说 我们呢 在整个服务业里头 会有以服务的来提升我们的竞争力 不是靠这个有型的产品 因为越来越多的制造业 已经体认到 只有靠产品 有型的这些产品的品质跟技术呢 可能越来越难以取胜 因为大家都说产品可能做的都很类似 那而必须呢 要强化服务呢 来提升它整体的一个竞争力 那么这项的体认呢 会刺激呢 整个制造业 对生产服务业的一个要求 那有些制造业呢 甚至呢 会将服务这个转化为重要的利润来源 例如呢 像这个GE公司的这个总裁 捷克威尔呢 他就推动了所谓的以服务为核心 用服务来创造利润的一个政策 例如像我们这个Lexus 跟Toyota的一个区隔 也是用服务来创造这个利润 又如呢 像宏基呢 他是这个有型的制造资讯产品来起家的 但后来呢 也逐渐将业务延伸到整个通路的一个经营 跟电子化的一个服务事业 那另外一个趋势呢 就是这个加盟体系的一个兴起 那台湾的加盟体系啊 或者加盟相对品牌啊 至少大概出估有1200多个啦 那这个据点密度 可以说是高居世界第一 那其营业额 至少也占了全台零售总产值的 这个三分之一 那么加盟体系呢 它主要是强调标准化的这个经营运作 那么并且一再用复制经营 过去经营呢 来快速 快扩展它的这个据点 跟这个分电的加速 所以加盟体系一方面呢 它是可以增加这个加盟总部的这个营收 那另一方面呢 则是透过一些规模经济 来降低我们整个经营的成本 那么维持体系的基本水准 提供教育训练 并监控整个加盟店的这个服务品质 所以呢 这个加盟体系呢 我们来看就是说最近K1美食上85度C 这一类的这个 这个连锁店呢 有相当快速的一个成功的一个经验 那最主要呢 它透过这个规模经济 那么能够让一些成本相对来降低 所以呢 我们可以说加盟体系不但增加了这个服务业的通路据点 还提升了服务业的这个经营效率跟品质 因为它用复制经验的方式呢 可以很快速将有效的这些管理活动呢 这个快速的拓展 那还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就是策略联盟的一个增加 那策略呢 我们指的是说不同产业之间 他们这个互信互补互惠的一个基础上呢 这些两家或两家以上的这些企业呢 比起来分享他们的资源互通有无 来这个共同创造这个利润 那么由于呢 绝大多数企业的这个资源是有限的 那么基于我们来整合别人的资源 会比自己来开发那项资源 会更来更为这个胜前 也更快速 更能快速做壮大我们这个声势 那策略联盟呢 于是呢 广受我们企业的一个青睐 那当然我们服务的产业 也是不例外的 大家也是在不同产业之间呢 是不是能够做一些策略联盟合作 那么策略联盟呢 可以让服务业者呢 得以延伸我们服务的项目跟我们的这个领域 那么强化整个整体的竞争力 并且促使我们这个服务的多元化 让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 更多的福利 那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产业趋势 就是我们创新的部分 这个创新的经营跟管理 常常也是这个获利来源 很主要的这个来源之一 那么创业的思维 在服务业中逐渐来蔓延 那使得业界内的这个传统的运作方式 常常遭受到挑战 或被颠覆改写 那么因而造就了推陈出清 出清 还有一些多元化的一些服务 那么可以讲由于这个不创新变死亡 对这样说法 让我们这个产业界被广为接受 所以意境的服务创新 将会是整个产业的一个常规 就是说要活 企业要永续进行 就必须要不断的创新的意思 好 接下来我们来谈 这个环境艺术很重要 就是说整个我们社会 文化一个演变 对于我们服务业的一个发展 这些包含这个人口成长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人口成长 年龄结构的一个变化 那么在发展中国家跟以开发国家 那么人口成长的这个速度 是慢慢降低的 像台湾日本都是蛮显著的一个例子 特别台湾的生意率持续在下降 那么当然我们整体的人口 就会逐渐的老化 那么人口成长率会影响市场的规模 跟这个前景 年龄层可能会影响到 这个食衣住行育乐等方面的这个需求 不同的这个年龄层 在这几方面都不同的需求 服务业在进行长期规划的时候 应该要注意这些因素的一个演变 那我们可以再来看这个很重要的 就是有一个趋势 就是就业女性的一个人口数的增加 我过去是担心 那现在我们在女性也逐渐变成 这个薪水支付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来源 那么这个女性劳动力的增加 目前大概有达到将近50% 对整个社会的消费方式 有很大的一个改变 那还有就是休闲观念的转变 那一些休闲服务产业 也是在这段时间 那么这个逐渐 这个创造了很多的这个商机 那像这个阴哥的陶瓷 三原木雕 古坑他们有咖啡的这个推行 还有文艺气息的弥漫 也能够让这个服务业来发展 那么因为大家随着这个经济发展后 物质富裕了 那很多人开始追求精神层面上的一个满足感 所以他们从这个这个要讲求 这个一些比较精致的心理层面的 最明显的变化大概是像很多这个服务场景 像这个餐厅 甚至像牙医诊所 商店 它的设计 它的氛围 就浓漫 这个有一些这个文艺的一个气息 另外也像是这个成品书局 它柔和的灯光 淡淡的咖啡香 高跳的天花板 这个古典的音乐声 那还有一些这个 这个丰富的藏书 人性化的服务 那这些呢 都是在我们成品每个角落里 有一些人文的氛围 那最后我们来谈 最后一个影响 就是我们科技发展 那特别是在科学技术的突破 那么有一些革命性的一些变革 那这些这些科技因素呢 对整个服务产业 也产生了难以预期的一个影响 那么这个这些影响呢 当然也会这个 这个让客人呢 顾客呢 消费者呢 用不同的方式来满足它 这也带动整个业界的一些 科技的一个创新 那么它能够用优异的品质 或功能来取代旧有的服务 创造全新的产业 以获得这个比较高利润的一个 一个服务的机会 最后呢 是这个资讯科技的进步 那资讯科技在近几十年 的一个发展呢 是人类史上最重要的革命之一 那其中又有网机网路 电信资料库的发展是最重要的 那这些科技的发展 将影响我们人类的一些生活方式 还有各行各业的一个经营管理 那么网机网路呢 也让我们跨越了这个空间 传送一些相关的影像 对我们这个服务的行销 有很大的帮助 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今天第一讲的课程 就算了到这边 感谢各位的一个收看 谢谢 谢谢